梅根新造型暗藏玄机 炫耀戴安娜钻石手镯 隔空跟凯特王妃较劲 加冕典礼期间梅根很低调 只安排了一次徒步旅行 根本没有想过要抢风头 眼看着凯特王妃出尽风头 佩戴珍珠尔环向戴安娜之景 梅根王妃自然也坐不住了 根据每日快报爆料 梅根的新造型别有洞天 佩戴了一件很特别的首饰 世界著名造型师米兰达霍尔德认为 梅根的新造型大有深意 为我们传递出不少信号 出席纽约班奖礼的时候 无数美光灯对准了梅根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可谓风光无限 除了一些美人与礼服无比吸睛 梅根的配饰也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梅根得到了女性元件奖 表彰她在女权和慈善事业中做出的贡献 当天梅根除了穿上金光闪闪的礼服 还佩戴了戴安娜的钻石手镯 瞬间成为万众主怒的焦点 不少时尚圈的主编都认为 梅根自从离开王室后穿衣打扮越来越大胆 没有了宫廷规矩的束缚 梅根可以更好地展现自我 也能将最惊艳的状态表现出来 梅根身穿约翰娜奥尔蒂斯套裙 画着精致的烟熏装 宛如一条仙气飘飘的美人鱼 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 认为梅根又美又散 简直就是一位黄金战士 配饰方面也很出彩 梅根脚踩汤姆夫的高跟鞋 手拿罗琳娜海来拉手包 最吸睛的就是手腕上的手链 高调炫耀带飞的钻石手链 向时尚的婆婆致敬 钻石手链原本属于哈利 结婚后由梅根继承 环形耳环和钻石手镯 看似普通却很有纪念意义 既可以凸显梅根的孝心 也能隔空跟凯特王妃较劲 梅根的母亲利亚拉格兰德 也不适入 一袭碗里服很是惊艳 全程跟在女儿的身后默默守护 哈利王子更是心甘情愿当起了小跟班 把所有的风头都让给梅根 虽然梅根缺席了加冕典礼 但是只要她一亮相 就会吸引所有人的关注 之前梅根参加徒步旅行 一身休闲装无比低调 但是手上却佩戴着戴安娜的珠宝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梅根至少继承了无剑带飞的珠宝 其中包含 阿斯普雷海兰宝石戒指 卡蒂亚钻石网球手镯 卡蒂亚坦克法国手镯 五点耳环和黄金宝石手镯 虽然梅根没有见过自己的婆婆 但是却经常佩戴戴飞的珠宝 以此来表达自己孝心 加冕典礼期间 凯特凭借一对珍珠耳环出尽风头 立刻冲上国际热搜 这次梅根王妃同样不甘示录 高调炫耀戴飞的珠宝 同时也给了凯特一个下马威 虽然都是戴安娜的儿媳 但是王氏待遇却是天上地下 让我们感受到森严的公平规矩 梅根王妃崇尚自由感爱感恨 在民间拥有大量的支持者 比重最大的就是年轻女孩 谁不喜欢这个酷酷的公爵夫人 不光有才有貌 而且还这么孝顺 不得不感慨梅根很会博眼球 从穿着到配饰 都有极刀的话题 比起沉稳内敛的凯特 梅根更加自由奔放 同时也很会表现自己 从这枚小小的手镯也能看出 梅根是个资珠必较的女人 既然凯特可以扮演孝顺儿媳 为什么我梅根不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搜集